波兰总理图斯克10号宣布 部长会议通过了 关于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 建立缓冲区的决议 图斯克表示 这是为了让非法移民 越过波白边境变得更加困难 并且为边防卫队 军队和警察的工作 创造更好的条件 图斯克表示 缓冲区是一个几十公里长 200米宽的区域 在某些地方 缓冲区的宽度可能达到2公里左右 但是这些地方并不长 这与走私者在相关区域的活动有关 波兰自2021年起指控 白俄罗斯刻意开放 非法移民到其边境 借此发动混合战 白俄罗斯当局 已经多次否认有关指控 虽然波兰持续加强边境管控措施 但非法入境的人数不减反增 图斯克也强调 波兰政府的任务 是使用一切可用的方法 来保证边境安全 感谢 感谢观看